上周五,10月2号,Hmart百里大道分店举行了开幕剪彩仪式,当天贵宾云集。 热闹的气氛锣鼓喧天,吉祥的师队游走在超市内,全店充满喜庆的气氛。 经过重新装修的Hmart沙亚龙,店内整洁明亮,提供了消费者宽敞舒适的购物环境。 这次特别的开幕,当天展开了酬兵摸彩送汽车大奖,活动将持续到2016年1月3日。 只要在Hmart购买商品,即可填写摸奖单,中奖名单将于摸奖第二天公布。 开幕期间,凡购买满30元,可获得精美礼品。 现场申请新会员卡或更新老会员资讯者,都可获得开幕限量赠品一份,送完为止。 这次持续到明年1月的送汽车摸彩活动,特等奖将送出丰田RAV4SUV旅行车一辆。 头等奖一名将可获得三星55寸高清电视,二等奖两名赠送500元Hmart超市礼券。 我认为美国现在已经是一个,它本身就是一个多文化,多民族的一个国家。 那么这个社区来讲,现在已经是过去还有一些的这个区,那个区,这个族一,那个族一,现在已经完全国际化了。 那么作为我们经营超市,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某个族一,而是把它要国际化,多族化,多元化,这是我们一个宗旨。 这个虽然我们这个超市在China Town,但是我感觉应该把它心胸宽一些,服务的面更宽一些,不是光中国人,光这个亚裔和主流社会,我们都要去服务。 那么Hmart本身来讲,我们有我们的优势,Hmart本身就是说我们有好的产品,产品的质量要好,这是我们要保证的。 其次呢,我们要搞好的购物环境,把环境呢,做的就是能够让大家来的舒舒服服,这是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部分。 那么呢,食品来讲呢,安全和卫生是最重要的,那么quality,高品质,质量我们保证,但我们还要弄出一个好的这个卫生环境,调节环境。 那么来烧品的人们就感觉呢,这很舒适,舒适是一方面,关键是卫生,健康,这是重要的。 I've introduced Korean food, Korean culture, and I learned the Chinese culture, Vietnamese culture. Everybody coming to Hmart, enjoy the shopping,谢谢, 감사합니다。 12号到11号呢,我们公司会有开幕促销,我们有9个特别促销的商品提供给我们的当地居民,都是Chinese grocery。 然后我们从现在开始,我们一直到明年的1月时候都有大抽奖活动,一等奖可以获得丰田汽车一辆,谢谢大家支持。 目前,Hmart全美11周52家分店,以纽约、新泽西、宾州、马里兰、维吉尼亚为主要分布区,这次在百利大道成立的分店,将为中国城地区的华人带来许多选择和优惠的商品,提供消费者就近购买韩国商品的便利。 我们下期时,我们下期时在纽约和本地屋方面的打勾之外,我们下期下期拜,我们下期拜价出品的商品。 我们下期拜您的关注请不吝点赞广告1号, funciona吗?